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七 虽然看的烟酒店没什么人 但要知道人家也不是通过这些散户挣钱的 一般买一包烟,几瓶酒,散户都是直接去社区便利店都买了 烟酒店的主要客户来源是团购 一般都是批量出售,一般很少零售 这也是我们平时看烟酒店虽然没人光股 但是依然不会倒闭的原因 一,团购才是主要渠道,真想挣钱 从销售模式上说靠零售只能维持生计,必须靠团购 而且生意越好的店面背后的团购越牛叉 你想想团购的人有几个去店里买的 一个电话直接送货上门,早放货备箱或直接送到酒店了 所以很多店没撒客人,但是生意很好 二,烟酒茶不分家,成套买 消费模式上说烟酒茶不分家 团购客户都有需求,尤其烟酒不分家 喝酒的人几乎都抽烟 反资亦然 团购和婚宴都是一起拿呀 而且量很大哟 频率也很高 大企业招待需求那是很大的 有几个大单位和婚宴总管的客员 店就养住了,很滋润 三,靠烟生活,靠酒赚钱 从产品上说烟是流量产品 单品利润低,烟是产生静电频率最高的商品 你没见老板和收银基本都是和烟在一起 但是烟的量上去了,维持日常费用基本不大 量和现金流还是很大的 一个月上千条烟的店,一臂皆是 你不抽烟可能体会不到 九是利润大户,不仅是销售利润 最重要的是还有返利和陈列费 好点的店单单陈列费养店就没问题 一个月一个品牌,一个陈列面,上千的费用 大部分可达到陈列产品1比1的比例 反陈列费,关键是你要有团购客户量冲上去 厂家才愿意投 量越大,谈判能力越强 四,烟酒消费节日 占全年消费60% 烟酒茶是节日消费最强的产品 一年里就主要靠中秋和春节 告诉你酒的两节消费能占到全年的60%以上 所以平常没啥人很正常 老百姓们消费集中在两节 你春节再去看看 还有一点说一下 买中高档酒一般不要去超市和酒店 就去烟酒店,真心便宜一些 别问我为啥,这也是商业机密的范畴 当然以上只是目前这些烟酒店的生存之道 研究发现未来能够生存下来的烟酒店的渠道 还会有一波新的变化 适应新渠道的发展才能具备更好的竞争优势 一,未来烟酒店经营的产品,品牌,品类等越集中越有优势 一个具备强竞争力的烟酒店 绝对不是一个杂货店,而是精品店 一旦杂而乱就会失去经营的核心 就容易丧失竞争力 二,做品牌老店 即使是非连锁性质的烟酒店 同样能够创造品牌化的百年老店 这种品牌依靠的是服务,信誉,口碑,积淀而成的 三,连锁是真正增强烟酒店渠道话语权的根本出路 连锁是未来商业态的主流形势 谢谢大家